自新年开训以来 陆军第83集团军围绕部队作战重点 展开百余个重难点课目的训练 提升部队整体作战水平 越南某装甲兵训练场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陆军第83集团军某合成旅 数台坦克和步战车 按照作战编组向预定地域机动 独机分队就近战令有力地形 组织掩护 公兵分队迅速前出开辟通路 执行 面对有铁丝网嵌毫地雷等组成的混合障碍 指挥员命令坦克和步兵就近占领射击位置 并请求炮兵火力对前沿各火力点实施压制射击 掩护公兵前出破障开辟通路 在火力掩护下 公兵和步兵对地雷铁丝网等障碍 一一予以清除开辟安全通路 后续部队交替掩护快速通过 向纵身展开攻击行动 接到指令后 某空中突击旅十余架各型直升机 在空中按照侦察 火力 运输等不同模块完成编组 飞抵预定地狱后 侦察兵队率先超低空实施抵近侦察并组织警戒 在空中火力压制掩护下 突击队员采取绳将 锁将等方式果断离击 击较后的突击队员依据作战任务和预先协同 小群多路快速接敌 模拟蓝军还为及时组织起有效防御 就完成夺控任务 训练中 空中梯队 临机编组 空地火力实时协同等多个作战问题得到论证 空地之间的默契程度得到进一步磨合锤炼